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红萝卜品种的评件 评件的部分是我们是有定日3月5号 早上就要做评件12点左右 我们就有一个评件的结果 我们在3月6号我们就要做一个展示 包括比赛 包括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农养 农养养分属 一个红萝卜有五种红萝卜的品种 类似的像我们你办那个稻米 一个形状的部分 所以今年有五种特别的红萝卜 也是要给我们亲子 要给我们消费者 来现场这个坝 所以我们就是在6号左右 我们有先就是有办这个天然天然 因为要给新冠会的部分 所以我们要采实名字 实名字之下就是说 你要先補名 補名就是我们知道什么人 要来 所以在3月切的之前 他如果有補名的 我们就是我们有一个 第一个发给他 每一个人现场可以采红萝卜 是150块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就还赠送他一个 从红萝卜做出来的黄金 红萝卜 还有一个胡萝卜 一瓶胡萝卜 提供给他们使用 然后特别请那个台南印大 英文科技大学 他们要来做一个红萝卜的石雕 石雕的部分 要来做一个展示 所以今年特别 以前和古年以前 办的 产业文化和红萝卜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今年是比较有实用教育 有一个推广教育性质 到以往不一样 所以这边就是今天记者会的时候 要跟各位小医生 说你们想要来 将军的时候 来看一个红萝卜 采收的时候 顺便 可能木棉花 也在开 欣赏一下木棉花 采一下红萝卜 体验一下石龙教育 买一些红萝卜做出来的 馒头土司等等 可以提供给各位消费者 来这边来将军 这边光光 顺便把萝卜 买一下地方特产 今天来说的记者会 首先感谢各位来宾跟记者的议理 因为本来今年市政府 已经额定了30万 给我们办这个产类文化这样的一个活动 因为新冠会员的关系 新冠会员的关系 所以产类文化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取消 所以我们就收了 收了比较小的范围来办 所以我们今天就有办了三天了 也是办三天 但是规模都比较小一点 大部分都是以私用交易 还有未来区 我们将军区 农民的品种的一个品鉴 提供未来农民更希求的一个种子 那将近这边的 今年很重的 它会有214公尺左右 才值得到7800万左右 因为今年的记作 每公斤是320 比以前都比较好 但从2月中开始采收到现在 每分地才会有8000到9000台阶 那将近要到6000到7000台阶 才会赚钱它的成分 所以它也才要7000以上才会赚钱 那各位来到我们将近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去看 可能在田里可能有 现在可能将近 他会有三四百个在采收 采收这个红楼膜的一个部分 然后我们为了说 让消费更了解 我们将近这个地方的红楼膜 这样的一个品质 所以我们今年特别做了不同的调整 所以我们今年办的活动 3月4号是办了一个 红萝卜品种的一个品鉴 就是将台湾里面的种子 种苗公司从外国进口 包括我自己的一个种苗 然后种在我们像云南19 现在纽邦工厂的旁边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希望种在这个地方里面 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评鉴 所以我们让因为农民美物地的总值成本 以前从四五年前的两千多块 到了近年中 因为第一要有五千多块的一个品种 所以我们特别今天 为什么要做这个品 就是要替农民来做这样子 一个成本 降低成本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个品种 我们就是3月5号 礼拜五左右 我们来早上就要办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 我们今天特别感谢的是改洋厂 跟下游改洋厂 来做这样子一个部分 还有我们其他的 有一个特别改洋厂 是台南运大的教授 特别到我们那个天宇里面 我们要去做石雕 就是红额坡的一个调歌的部分 然后我们为了让消费者更了解 我们相信这个红额坡 所以我们在6号、7号 办了两场的一个 天然体验的一个这样活动 所以今天可以让消费者来采 我们就是要报名 因为我们细胞肺炎的关系 为了复合中央疫情中心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采石雕 所以石雕是就是一线 他们在3月1号之前 他要来报名 报名以后 我们再来通知他 来看4月6号、7号 然后我们先来采这个天然体验 所以当来采天然体验的时候 他可能会享受到 我们今天前面所看到的 包括黄金、胡萝卜、有图诗 有其他的那个胡萝卜诗等等 还有我们自己匠经的特产 牛棒、苏木医特产 我们那天当场都是大救责 用戴给我们那个小者 那今天我们特别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我那个场地 我们不是在一般的场地 我们今天的场地是在 我们贴那个胡萝卜天里面 所以我们各位到时候 到那个天地的时候 我看到我是一个 另外一种景象 各位媒体之前看到的 又不一样的体验说 跟以前是在外面跟在天里的办法 是不一样的 所以欢迎各位消息者 尽量能够报名参加 然后我补充介绍一下 那个农业集中 那个郭阁长 他们本来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们特别过30万年要补充 但现在是一块会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很感谢他们 所以我现在就 这样一个项目的服务我先 谢谢 我是台湾区农业改良厂 艺术工作站 王瑞菊站长 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来这里来参加这个竞争会 那我们就是这一次呢 就是配合 原本叫配合彩业文化活动 不过他们现在还是有田园的 把胡萝卜田园的体验 所以我们在他们办体验的前一日 也就是3月5号10点 会在也是江峰区的 提名实业不分有限公司旁边的 胡萝卜田固 我们办了胡萝卜的品种鉴定比赛 那这个胡萝卜的品种是由 对就跟总監事刚刚介绍的一样 是由我们台湾的总苗公司 他们不管是进口 或者是在台湾育成的品种 来参加这个品种比赛 之所以有这个品种比赛 是因为在108年12月底 跟109年1月初的时候 当时下了豪雨 所以胡萝卜有很多 因为豪雨淹水而就是烂掉了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品种比赛 再能够选出的就是耐淹水的 耐淹水的品种 那之后的话也是可以做为示范推广 那我们请到的老师 我们请到平静的老师 有中兴大学的那个陈昌林教授 然后还有农量署的傅立中科长 还有台中区农业改良厂的 程伟林副研究员 那另外我们在业界 因为我们希望采官学都能够参与 所以我们在业界 我们请了一个 请了那个东四国菜生产合作社 王文新理事主席 以及我们也邀请了 邀请了那个 起名实验五分有限公司的 王起名光总 来这五位贵宾 来担任我们当天的评审 那也非常谢谢 特别要感谢当然就是 当天就是农会也会协助 那我们会在当天才公布说 到底谁得奖的作品 所以品种的话 那就是尽紧期待3月5号 到底是哪个品种能够获胜 那同时为了配合3月6号的那个 3月6号就是田园的体验 把胡萝卜体验活动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 台南运用科技大学的 洪世博副教授 大家都知道洪世博 他参加许多外国的 就是国外的那个火雕比赛 都是得到世界冠军的 所以我们特别请他 当日他会展示胡萝卜的 他自己的作品 那在当天也会有他 或者是他的学生来教 就是没有上课 就是等于是说他现场国雕 实际国雕给农民来参看 就是看观看 那就是这两天的活动 那以上谢谢 那今天非常高兴我来参加今天的记者会 那胡萝卜一般我们俗称安菜陶 那日本人叫做林静 其实就是人生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那我也趁这个机会 让各位媒体朋友知道一下 其实胡萝卜在整个全国种植面积 差不多1800公顷左右 那我们台南市占了4成6 4成6的一个比例非常高 其中我们江云区市最大中 占了如果以整个在市场流通的一个 国产的红额坡来讲 它是占率占了2成 这个比例非常高 那代表了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将军二亮点特色作物 那其实红额坡它营养价值高 那一般种子是在中秋节过后 那农民朋友种了以后 大约在我们就农民年过到元宵节这段期间 是盛收起大厨 那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最新鲜 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尝鲜 那第三点的部分的话 是其实我们红楼坡的国内市场通路有两项 第一个就是鲜肖 那第二个就是冷藏 鲜肖的部分它的使用很普遍 包含大果汁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大果汁的 那也有做沙拉的 鲜肠或者是炖煮 其实都非常方便 那冷藏的部分大家要知道 可能在夏季的时候 蔬菜比较暖缺的时候 其实鲜肖坡它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也可以出来 到时候会 冷藏的部分都会释放出来 当做调节蔬菜使用 所以说在市场上跟在消费单 都大获大家的 深厚大家的好评 这是在通路的方面 那我们也非常肯定 我们将军同会 他们从96年开始 就持续都在办这个文化产业活动 今年我算一算已经迈入第15年了 那最重要的中心目标 就是希望来行销我们将军 这个应该叫做红金 或者是黄金 那因为它在整个台南市的产区 是算是数一数二的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让我们全国的消费者 还有在产级的时候 一些游客都能够到我们将军区来消费 来体验一下我们乡村之美 那最近几年我们农委会 跟农娘署都一直在推这个 食农教育 刚刚总益师有提到 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产品里面 有五色的胡萝卜 那我们今年也跟 我们开南区農会改良厂来合作 希望能够有一些比较 让消费者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了解 我想这个可能会是今天 大家另外一个注视的焦点 那也希望成为一个话题性 那接下来3月5号跟6号的一系列活动的话 就要拜托各位媒体朋友能够帮我们各家报导 让全国的消费者能够知道 那刚好我们在地的那个半枝花 我刚问了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的牧棉花啦 那在除了来赏花之际 也能够来尝鲜一下我们正宗道地的胡萝卜 那当天的话我看会也非常用心 他们会由他们的家政班 可能会准备一些我们胡萝卜的相关产品 像胡萝卜的馒头跟还有吐司啦 还有鲜炸的果汁等等 还有泡菜也可以让消费者来 能够带着伴手礼 能够购买一些伴手礼带回家 那也提升我们整个一个产区的消费量 那也希望增加我们的收益 那以上 谢谢大家 也祝大家身健康 夏天美满 谢谢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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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的红萝卜文乐城 农业城邀法博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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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先停 但是停我们对农民的那个产物 我們的紅蘿蔔的行銷也沒有停止 所以我們就把它小心化 然後順便也讓我們的民眾 有一個教外踏青的地方 所以我們特別來辦這個巴蘿蔔的活動 一方面把民眾引到我們將軍來 但他一直說使用教育 使用教育 當然這個很重要 另外一個休閒農業 他最近很大力的來推休閒農業 休閒農業最重要一點就是 把民眾引到我們這邊來 而不是把我的東西賣出去 人也要擠就擠進來 所以這樣可以給我們的農民 多一點多錢 那過去的經驗 只要消息處理 我們的報名 譬如說是廟殺 所以讓我們民眾要報名 要快點 不然就要再等一年 那也很 我們現在的經驗 雖然規模比較縮小 但是產業文化活動的精神還是別 那也很 我們這次的活動會成功萬萬 感謝各位 整個三月份對將軍來講 好像是一個很特別的季節 剛好木牛花都陸續在開了 紅蘿蔔也都陸續在採收了 那農會跟工手這邊都大力的 推廠這個產業 也都辦了跟紅蘿蔔相關的活動 但是3月6號 7號 農會這邊辦的把木蘿蔔就很適合 全家大小帶小朋友一起來採收的 這個情形通常都很有趣 很可愛 那3月21號 禮拜日公所 公所也辦一個將軍 將軍場蒙敏的活動騎腳踏車 然後再回來把紅蘿蔔 跟農會一起在3月份一起推廣 紅蘿蔔這個產業 那我預祝農會這個活動能速記成功圓滿 謝謝 我剛剛禮拜禮晚 好 看中間 來 我們看右邊 看右邊 來 我們看左邊 來 我們看左邊 看左邊 看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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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完了嗎 拍完了 我們在第二部拍 我要到中間 對 我要再到中間來 對 我要再到中間來 紅將軍胡蘿蔔 阿公讚 紅將軍胡蘿蔔 讚 不會 不會 這是人家的 要你準備都很容易 啊!就去 在大腿包裹捏 最高又厚了 耍着跑過來再倒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